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386集 对方说的居然丝毫不差呀 自己这段时间确实血脉似乎出了问题 每次催动都是气血虚浮 有些喘不上气的 而血脉催动时呢 浑身也是疼痛不堪 仿佛被人用万针扎了 疼得不行了 他去朝天城血脉胜地 找血脉大师看过 可惜呀 对方是查来查去 没查出什么原因来 只说可能是个别情况 开了点药也是每天吃 但始终不见好转 久而久之呢 也就认了 怎么这小子 一下就说出来了 突然间 他想到一个可能 侍女眉头一挑 心中怒气再度生气 这家伙不是想见原主 暗中到血脉胜地 打探自己情况吗 正要发怒 就听秦晨再度说道 你的血脉应该是 因属性血脉 为减轻身上疼痛 你服了血脉胜地 开的药方同时 暗中服用一种 舒缓经脉 温润气海的灵药 觉得出现这问题 应该是血脉 不通常引发的 只是呢 服用这些灵药之后 问题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愈发严重了 嗯 应该是病得更重了 你 你怎么知道 是女嘴巴张大 吓了一跳 眼珠子再次瞪起来了 对方在血脉胜地 能查出自己问题 这个很正常啊 可自己偷偷服用 舒缓经脉的灵药 导致疼痛加剧的事 他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呢 这家伙怎么一眼看出来了 要知道 他身上问题有段日子了 就算原主大人也没发觉 这家伙一眼看出来了 怎么做都得 别管我怎么知道 我只能说你不但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摇摇头 秦晨叹息道 如果你处理不好 我建议你买个棺材吧 估计要不了多久 你就能用上了 众人是瞠目结舌 这小子什么意思 这是咒药王源的侍女 快死了吗 臭小子 胡说八道什么呢 许龙听了对时大喜啊 不等那侍女吩咐 一巴掌朝着秦晨拍了过来 侍女生活于药王源 有问题 药王源主能看不出来吗 秦晨胡言乱语 正好给自己立功的机会 卓清风身性一晃 瞬间来到秦晨面前 挡住对方一击 砰的一胸 两股武王之力碰撞 卓清风身性一晃 倒退了一步 好家伙啊 你们敢在药王源门口撒野 两位是不把药王源主 放在眼里吧 接着不杀二位 我许龙如何向药王源主 教的呀 许龙是勃然大怒 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好像他们就是药王源的人 秦晨侮辱的就是他 缓音一落 许龙身性一晃 就要再度出手 住手 药王源侍女急忙开口 拦住许龙 而后他脸色难看的 看着秦晨 惊颤抖 不知阁下 是如何知晓 我身上问题的 如果秦晨就随口一说呢 他或许还不如何在意 可秦晨之前说的呀 思思入寇 所说内容 完全跟自己身上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 很多他自己一个人的事 也让对方说中了 这让他如何不紧张呢 每个人都关心自己身体 他虽然是药王源的侍女 这也不例外 见侍女居然不让自己动手 还询问秦晨 许龙得时急了 姑娘 此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啊 姑娘 千万别让这人骗了 这世上有一些人 很会察言观色 利用别人心理漏洞 起到吓唬人的作用 姑娘 你身为药王源侍女 此人这么做 定然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姑娘真有问题 药王源主大人 岂能看不出来啊 还还什么早日准备棺材 分明是诅咒姑娘你啊 是女眉眉一动 许龙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啊 她主人乃是百朝之地 单道技术最高的裂钥匙 就算血脉问题看不出来 若自己真有生命危险 主人能看不出来吗 反正让这小子一下看出来了 好像确实有些不对劲 秦晨看见对方表情踪动 如何不清楚对方想的什么呢 他淡淡道 你若不信我 没关系 不过有些话 我还是要说 你体内的血脉 属于因属性血脉 若猜得没错 应该属于 回因血脉一类 而你常年在药园中照料药物 久而久之 身体中自然沾染一些药物气息 若一般的灵药还好 可是七阶以上的王级灵药 每株王级灵药中 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灵药气息 这种气息会常年积聚在 照料人的体内 若两者相互契合 自然没什么问题 甚至还有一点好处 可若是相克的灵药 气息沾染 这就容易出问题了 从你身上气息来看 药园中应该有一株七阳花 七阳花属于火属性烈性灵药 三百年以下七阳花 也不会有什么 可七阳花药性一旦超过三百年 就会淡下一种炎阳因子 这种因子可以融入血脉 对血脉造成影响 秦晨顿了顿 继续说道 若是其他血脉呢 那还好 这种影响不会太大 可你血脉偏偏是溃因血脉 一旦融入炎阳因子 血脉会慢慢变得不稳定 到最后甚至崩溃 也正是因为炎阳因子 导致你血脉开始不稳定 甚至疼痛 你去找血脉圣地 的确没错 这种情况 血脉圣地一般会给你配稳定血脉 滋养血脉的药物 你只需每日服用 虽然症状不会缓解 但也不会加重 可惜啊 你偏偏擅自配别的灵药 想要舒缓经脉 温润气海 那药物 应该是滋麦草吧 秦晨摇了摇头 接着道 可惜啊 想法虽好 但是大错特错 反而加重了你的病情 是你哆嗦着 震撼地看着秦晨 眼珠子瞪得滚圆 已经说不出话了 秦晨说的没有一处错误 不但说出他的血脉属性 甚至连药园中的七阳花 都被他说出来了 若是只说出七阳花 那也罢了 竟然把七阳花年份 了解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是肯定秦晨 从未进过药园 他甚至怀疑 对方一直在暗中偷窥自己 的确 在这药园里 有一株三百年份的七阳花 而且是他最喜欢的一株灵药 因为啊 他本身是奎阴属性血脉 修炼功法 属于寒冰功法 身为女性 身体自然属于阴属性 因此呢 每天夜里 身子都会感觉冰冷 手脚发凉 往往一觉睡掉天亮 脚还是凉的 于是呢 他照料灵药时 最喜欢跟七阳花待到一块 因为七阳花的药性 会让他感觉温暖 白天跟七阳花 待上一个小时 每天晚上 手脚不那么冰凉了 谁曾想到 那身体问题 居然是七阳花惹出来的 除此之外 秦晨甚至连暗中 他服用滋养草的事 也看出来了 这是什么眼力啊 资麦草能滋润经脉 调节气海 这不假 但和七阳花的气息 却不能混到一块 因为资麦草 之所以能滋养经脉 完全是因为其中的 躲飘银因子的缘故 可躲飘银因子 一旦遇到洋岩因子 就会产生反应 非但不能滋养经脉 反而会对经脉造成伤害 你血脉已经出了问题 加上经脉被破坏 长此以往 不死恐怕也难呢 秦晨淡淡地看过来 侍女脸色发白 呆呆地看着秦晨 常年跟着药王远主 介绍还是有的 秦晨说得思思入寇 根本不像是编的 至于其他强者嘛 更是傻眼了 什么扬言因子啊 什么别的因子啊 他们根本听不懂啊 身子一晃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侍女联盟开口 不知 可否有解决的方法 对方如此之神 说得完美无缺 让他情不自禁 彻底相信了 想解决呢 其实也很简单 你修炼的应该是 寒冰属性的功法 先催动功法一个周天 周天结束时 激活血脉 记住 不管血脉疼痛与否 必须激活到极致 再用体内真理 将血脉催动到 手腕内关穴 内关穴 是身体阳性指数 最高的穴位 最重要的是 它位置特殊 能保存阳性力量 这样久而久之 你体内的阳炎因子 会聚到双手的内关穴上 不再影响你体内血脉了 每天运行一次 连续运行一个星期 就会痊愈的 当然了 这十天之内 你最好不要靠近气阳荒 就算靠近照料 每次不能超过一颗钟 这样就不会有事了 秦晨道 是女症 就这么简单 以为问题这么严重 得用各种的方法治疗 服用各种灵药啊 调整血脉啊 等等 谁知道 只要运行功法就行了 忍不住 当假尝试起来 体内经脉在各大经脉中 运行周天 顿时以丝丝含义在身上绽放 周围温度 仿佛瞬间下降了许多 惹得一旁人纷纷侧目 此女虽然只是药王源的侍女 但未曾想到 修炼功法这般霸道 而且修为已经达到六节后期巅峰了 就算比起一些王朝中的老牌强者 那也是丝毫不弱了 一个周天后 侍女催动血脉 顿感觉一阵剧痛传来 她强忍着疼痛 继续运转真力 顿时感觉一股冰寒之力涌入双手 最后汇聚在内观血 她整个人猛地瞪大眼睛 按秦晨的方法 她虽然一开始催动血脉 身体剧痛 能冰寒之力涌向内观血后 身上剧痛居然瞬间减轻了许多 更让她震惊的是 明明内观血聚集了不少寒冰之力 可一说手掌竟然隐隐发热 十分的舒服 多谢公子指点 急忙拱手对秦晨恭敬道 虽然秦晨比她年轻 可心中的恭敬呢 丝毫不解 她也略通药理 自然能看出秦晨给的方法 确实能治好她的病症 心中愤怒一扫而空了 紧接着就是庆幸 若非秦晨 她继续无头治疗下去 说不定什么时候血脉爆裂 一命呜呼了 道谢就不必了 我等与药王园主留渊源 此次拜见也是有事 你既是药王园的侍女 出手指点一下 也属应该的 秦晨淡淡地说道 不知我等现在 可否能进去呢 这 侍女犹豫一下 玄技道 既然公子与原主颇有渊源 自然可以 侍女一拱手 不再阻拦 能一眼看出她身上问题 并且治疗 这样的实力啊 绝非一般人能有的 如此厉害人物 若说与原主大人有所渊源 也未必是胡言 这 看见秦晨和卓清风 被侍女引入大门 外面其他强者都傻了 这什么情况啊 对方根本没拿出药王符啊 居然也让进去 对时有人开口 他俩没有药王符啊 怎么也给放进去了 对啊 不是说有药王符才能进去吗 这不公平啊 不少原本准备离开的强者 顿时急了 不患寡 患不军 大家都不能进去 这也就罢了吧 可凭什么两人 没药王符也能进去啊 谁说他们两个 没有药王符的 侍女一瞪眼珠子 更何况 就算他们没药王符 本姑娘爱放他们进去 你们又想赠她 莫非 想教我药王符如何做事吗 冷哼一声 侍女直接关上大门 只留下面面相去的众人